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那今天礼拜三的一个台股 受到整个昨天美股盘后电子盘 因为昨天美股已经收黑了 就道琼的部分又跌了200点 那再加上整个盘后电子盘的一个期货 的一个部分又持续的出现 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回 所以让今天的台股 一个小低盘开出之后 加全指数几乎了 几乎了都没有在盘上 你说这有小涨4点 那个时间大概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就开低之后 就一路的向下压低 甚至于往下压压压 盘中一度还大跌113点 甚至于怎么样 破了月线的一个支撑 那索性在尾盘还是有一些比较买 一个积极的买盘介入 所以让整个加全指数 出现了往上的一个拉升 大概有30点的一个空间 收敛了这个跌幅 也让整个加全指数 又重新返回到这个月线之上 好那其实不管 今天加全指数 有没有守在月线之上 我认为整个大盘的部分 它就是怎么样 它就是处在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我想这个部分 我已经讲过了很多遍了 对不对 我说在一个震荡的格局 尤其近期 随着整个大选的日期 你看今天已经礼拜三了 距离下礼拜二 美国要选总统 已经剩下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整个盘面的观望气氛 必然会更加的一个浓厚 买盘本来就会缩手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 再加上盘面上又有一些消息 例如说像昨天的一个美股 有没有 因为整个纾困的一个方案 似乎又卡在那边 再加上疫情 整个欧洲的疫情 美国的疫情 又持续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所以当有人卖 当有人卖 整个盘面就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 美股是如此 台股也是一样 所以我说在这段时间 你不用去太在意 整个大盘的一个涨跌 你要去看 那么大盘在这一段区间震荡之后 那接下来它会怎么走 现在很多人都在 所谓的杀推 推什么 到底是川普上 还是拜登上 还是说有第三个情境 是川普没上 可是怎么样 他不愿意和平的交接政权 他把事情闹大 所以就变成可能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会形成没有总统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当然各种的一个可能性 都存在的是没有错的 不过我认为平常心看待就好 我这样说好了 美国他们自诩 对不对 是最民主的一个国家 毕竟整个民主制度也实行200多年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 这种所谓的乱象 它会让它持续下去 对不对 即便你川普想闹 这个我这样说好了 美国也不是没有法治 也不是没有制度的一个国家了 也不能说你川普想要闹就闹的 所以我认为就平常心看待就好 终究不管你有没有闹 有没有和平的转移政权 终究这个选举是要过去的 那当大选过去之后 该来的什么 该来的本孟比的行情也好 基本面的行情也好 终究它还是要来 我一直告诉各位 现在你不要看大盘在那边 不上不下有没有 在这边从7月28号磨到今天 都已经 都要喝啥各位 因为今天10月28号有没有 刚好三个月 这边又上又下 应该叫不上不下也可以有没有 可是我说这叫什么 这叫中继形态 所以终究 这是一个多头趋势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空头趋势 一涨涨了4000多点 你还告诉我这空头趋势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你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多头趋势 涨多进入整理 再加上近期 刚好又盘面上一些所谓的变数 让大家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让大家买盘缩手 所以整理的时间也拖的比较长 这也合情合理 但是我说大选怎么样 大选终究会过 那选举的激情一过 回到基本面 回到技术面的一个趋势 所以终究我认为 未来行情持续往上去突破 13031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几乎是肯定一定要突破的 我说除非这个盘面 又出现了怎么样 不可抗拒的因素 那你会说那现在疫情升高 那算不算不可抗拒的因素 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今年的第一季 疫情爆发的时候 之所以会让大家惊慌失措 会让整个股市出现了那么大的 所谓的一个波动 最主要是大家以前没碰过 对不对 突然来那么一下 大家根本没办法招架 可是有了第一季的一个经验之后 你想你说现在即便 你说欧洲疫情在升高了 对不对 美国这边也是居高不下 我这样说好了 当时第一季 大家不晓得该怎么办 不晓得该怎么面对 现在经过了这段时间 现在都第四季了 这个疫情从来也没消失过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其实都已经有了应对的一个措施 不会再像第一季那么的不知所措 再加上你看 现在有很多疫苗 很多解药 都已经进入到二期临床 甚至于都已经提前到三期临床 所以换句话说 只要一切进度顺利的话 很快的疫苗也好 解药也好都会出来 所以到时候疫情 对于整个盘面的冲击 甚至于对我们生活的冲击 就会大大的一个降低 当然对疫情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对疫情 就一副没要没进 也不是 该防疫你还是要提高警觉 只是我告诉你 疫情对盘面的冲击 我先讲我不敢讲没有冲击 但至少你要像第一季 这样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震撼 我认为这样的机会不大了 所以终究在美国的选举行情过 这个选举的一个变数消除之后 我认为终究还是要回归到 我说过的第四季的什么样 本孟比的一个行情 那什么叫本孟比的行情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每年到这个时间点 每年到这个时间点 第四季 还有到明年的第一季 这将近有将近四个月 五个月的时间怎么样 它是一年里面 可以说是最好赚的一个季度 一个时间点 为什么在这段时间最好赚 因为这段时间股票怎么样 特别会喷 特别会飙 那又为什么在这段时间 股价特别会喷 特别会飙呢 因为每年到这个时间点 不管研究机构也好 法人也好 甚至于公司当局 是不是他会针对明年的 一个业绩展望 他会开始提出了一些愿景 那这些他所提出来的计划也好 愿景也好 你短时间之内 你也没办法怎么样 你也没办法去印证 因为你总也要让他时间 他提出了这个计划 提出了这个梦想 那你要让他去圆梦 你要让他去照这个计划执行 你也要给他时间 所以通常来检验他这个计划 到底有没有成功 又或者他的营运状况如何 那已经怎么样 那已经是明年第一季 季报公布的时候 那你们都知道 季报第一季什么时候公布 季报第一季的一个季报 是到5月15号才公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通常等到季报开始要发酵 那也是4月的事情 所以换句话说 当第三季的季报 当第三季的季报 因为第三季的季报 在11月14号要全数的公布完毕 当季报全数公布完季之后 因为第三季的季报 也公布出来了 你再去看 那第一季第二季如何如何 第三季如何 其实那都有点过时了 等到第三季公布出来 都已经11月中了 你再去看第三季如何如何 是不是有点晚了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市场的一个焦点 他会把它移到什么 会把它移到明年的 一个业绩的一个展望 所以我说过了 当现在大选的一个变数消除之后 当业绩 当整个盘面的资金 回归到整个本孟比行情的时候 其实被法人锁定的一些股票 他必然会一马当先的冲出去 而这些股票 在选后会大涨的股票 一如我先前告诉各位 做股票你一定是在股价还没有开始涨之前 就事先把该部的局给先布好 然后等着市场来追我们的股票 而不是等到股价涨上去了 全市场都在告诉你 他有多好有多好的时候 你再来跟着市场上多数的人 来追逐这些股票 当然你这么做 我不敢讲你赚不到钱 但是我敢讲你绝对赚不到大钱 甚至于怎么样 你会错过了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不要说什么 等到行情一发动 好 等到行情一发动 那是一个本孟比的行情 很多股票可能一涨就是三成五成 甚至于一倍 而且速度可能都非常的快 那我这样讲你可能不会理解 我们就这样说好了 来 我们就许今天大盘是跌的 对不对 哇 大盘今天跌了一百多点 盘中跌一百多点 收盘也跌了八十六点 八十一点有没有 可是今天有没有股票涨停板 有哦 有哦 对不对 涨停的加速是不是远远高过于跌停的加速 这也告诉你 现在是个整理归整理 可是它就是一个多头格局 如果是空头格局 怎么可能涨停的加速会比 跌停的加速更多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 今天有八家涨停板 其中有一家叫做五四四三的均豪 对不对 注意看哦 你看 均豪今天一开盘在这里 一开盘在这里 有没有 就先涨半根停板 有没有 一开盘三十一点二五 一开盘就在这里 先涨半根 然后短短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直接锁上涨停 然后就下课 然后就下课 我请问 当你看到的还开始涨了 你想追 你可能还不见得追得到 对不对 因为它很快的时间就锁起来 换句话说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如果你没有在它 就以均豪为例 如果你没有在昨天也好 前天也好 甚至于在上个礼拜 你就先卡位先布局 在它还没有发动 还没有大涨之前 就先卡位先布局的话 等到它一发动 我请问各位 你来得及买吗 你来得及买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来 这是我今天要告诉会员 恭喜大家 手中持股 五四四三均豪 率先工上涨停板锁住 所有持股 全数获利续报 你没有在今天发动之前 就把该部的局给先布好 你怎么买 你怎么买 你都买不到了 你怎么赚 所以回过头 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在等下大家进广告之前 我还是这么叮咛各位 我知道现在你们都没信心了 为什么 因为美股在跌 盘面没有买盘 对不对 没有方向 今天莫名其妙 盘中又跌了113点 你们会怕 但是我说这些根源在哪里 这些根源是因为在美国的 一个选举卡在那里 那大家对于整个结果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存在 再加上其他的 包含疫情的因素 所以会让整个行情 会显得怎么样 会比较诡诀多变 但是我说选举终究怎么样 终究也会过去 选举的激情会淡化 那你说疫情 等到解药慢慢出来之后 又或者我说现在疫情的冲击 也不会像第一季来得那么大 所以当这些变数慢慢的消除之后 该来的 该涨的 他终究还是要来 终究他还是要涨 那对于这些选后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要涨的股票 你是要等到他涨上去之后 再去追 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在他大涨之前 趁现在盘面震荡 尤其像今天 哇大盘这样杀下来 是不是有很多股票 可能在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今天也会被挫杀下来 让我请问各位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趁现在盘面震荡 甚至于有压回 有低点让各位来买 让你买的低 买的到买的多 这样的机会 你要不要把握 还是你宁可要等到 未来变数都消除了 盘也开始大涨了 那股价可能也涨了三成五成了 那你再跟过去 他们那些人告诉你的一样 哇这支股票真好 我快点来溜 每次进去就被修理 你想想过去 你怎么在股市里面 为什么赚不到大钱 是不是都是因为 你的成本比人家高 你的成本高 你的风险成就度低 所以明明就算是一档好股票 想两个你就给人洗出去 你怎么赚得到大钱 又或者 因为你买的高 所以有赚怎么样 可能探紧三八五八 你走那杯 你不敢久爆 为什么不敢久爆 你成本那么高 社会震荡一下 你就会怕 所以有赚你就赶快跑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的风险成寿地度那么的低 你怎么赚到大钱 因为我说就算会涨三成五成 甚至于一倍两倍的股票 难道他一路喷吗 他中间也会有震荡 也会有休息 那如果说你这样的一个风险 你都没办法承受 那你怎么赚到一倍两倍 对不对 那你说我怎么样能够 比较高的风险承受度 当然你的持股成本要低 你的持股成本要低 我过去跟各位讲过了 这档股票我相信不用我多说了 我们来回都做了好几趟 6233的旺旧 有没有 你看前一波 对不对 最近这一个我们都做两次了 就说这一次就好 我们当时在9月7号买进 是不是一样在发动前买进 后来一喷 1234 一拉拉四根涨停 又回过头 刚刚我们说的 你没有在他发动前就先买 当他一开盘 一开始发动四天四根你怎么买 那当你买到的时候已经在这里 那你有没有看到 当你买到在这里的时候 当你买到这里的时候 他盘面开始震了 所以你可能一下子 你可能就被震掉了 所以后面再创新高 跟你有没有关系 跟你就没有关系 对不对 更何况我们是分段操作 这个细节的部分 我就不多讲了 你有看我节目 整个旺久 对不对 我说我们今年从端午节到现在 还不到半年的前面 我们都做了三趟 有没有每一趟 都让你大获全胜 这个部分就提完话 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还是告诉各位 现在我知道你们都没信心 你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布局 但是别人也跟你一样 所以你只要比其他人强 你只要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说过这个股市就是二八法则 多数人绝对不会是赢家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成为赢家 你就要跟多数人不一样 当多数人现在都不晓得该怎么做 甚至也不敢做什么动作的时候 其实你要针对 未来有机会大涨的股票 就要先卡位先布局 尤其是在本梦比里面 会喷出的一个股票 那到底在本梦比里面 在本梦比的行情架构之下 哪些族群最有机会 下个节点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刚刚上个节奏我们还是再一次的跟各位强调 本梦比的一个行情 所谓有梦最美一路相水 对不对 我都即便现在你会看不到本梦比在里 梦在哪里本在哪里 对不对 你会完全搞不清楚 没有关系 那是因为现阶段怎么样 因为有一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变数卡在那里 所以盘面的买盘它缩手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很多股价它可能暂时也被压抑 但是我说过选举它终究是一时 难道一选选到明年年底吗 选到后年吗 一选选四年吗 不是嘛 你到11月3号它就选完了嘛 那选完你说那个选举的结果 不晓得会怎样 没有错 选举的结果或许还会有一些余波荡漾 了不起再让你振一个礼拜好不好 那现在选举已经不到一个礼拜 那再让你选后振一个礼拜 那换句话说 顶多大概就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再加上你看 现在已经10月底了 对不对 今天10月28号了 11月14以前 所有的季报要公布完 所以是不是刚好时间点 也符合我们当时告诉各位的 当所有的季报公布完之后 整个行情就会正式的进入什么 本孟比的行情 除了本孟比 还有一个作战行情 不要忘了 对不对 但是真正爆发力是在本孟比行情 那本孟比行情会涨什么股票 它会涨 明年会大成长 就好比说 大家现在都在讲了什么 太阳能 那我想太阳能的部分 也不用我再多讲 我说这档股 整个太阳能的一个族群 甚至于整个风力发电的族群 是当大家怎么样 还在追逐升级股的时候 在7月份的时候 我就已经帮各位先掌握到 风力发电这个绿能 有没有 那绿能做完之后 我们再去做太阳能 我想这整个下来 这整个流程 你有看节目的 你是我们古事后 比看忠实的一个观众朋友的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你看不要说什么 联合再生这太阳能 我没有帮你掌握到 安吉 你看我们在买的时候 今天不是很多人在讲安吉吗 我在带你买的时候 才多少钱 三字头 联合再生多少 十块钱出头了 其他的什么太极 什么达能 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时间也很有限 所以这些股票 原本就是我们看好的股票 那太阳能为什么大涨 这个我讲过更多遍 因为整个转换技术提升 转换率提升 所以明年会大成长 对不对 所以他当然是本梦比行情里面 想当然会上涨的股票 可是因为他们已经先发动 他们已经先发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不要贸然去追 我还是看好 可是你想 我说过美国总统大选 不外乎三个 一个情况 第一个拜登上 你说拜登上对太阳能会好事 我马上是好事 问题是你现在的位置这么高 难不保 他不会变成怎么样 短线的一个利多出境 对不对 如果川普讲 如果川普上 那更不用说 川普他所强调的 是传统的石化原料 对不对 石化的燃料 对太阳能 当然是比较不利的 其他的第三个状况 就不用我多说了 所以在这种 已经相对机器 比较高的股票 不是不看好它 而是短线 你这个时候去追 你不要说什么 刚刚你也看到 太阳能我买的时候 成本在哪里 你现在来买 你成本在哪里 你成本高这么多 你风险是不是相对高 风险相对高 我说你的风险 成就度就低 风险成就度低 都会压缩到你的利润 所以与其这个时候 跟大家 今天很多人在讲太阳能 因为今天太阳能强 很多人又在讲 这些追逐这些的时候 我说过 你要去寻找 有没有相同的一个题材 跟太阳能一样 明年能够有大涨的一个空间 大成长的一个空间 可是目前很明显 位阶在低档 这种股票因为位阶低 第一个你买的也安心 你也能够重压 后来一波段上来 你当然能够赚得比别人多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方向 是跟现在太阳能是一样的 未来要大成长 我也帮各位锁定的 就是在车用 我说过 现在你看 整个车子的商店 你看美国 现在耐久才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订单 都已经买到缺货了 冰箱也缺货 汽车也缺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之前就跟你讲过了 至少一年有9000万辆的 一个汽车的一个商店 现在可能不止 因为卖到缺货了 可能不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结合AI所衍生出来的 车用电子 这个比重也越来越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车用的一个市场 必然怎么样 会明年的成长空间 会非常的一个大 所以我们帮各位掌握的什么 我们帮各位掌握的 3346的利清 这个我想我也不用 再花太多时间去说了 对不对 一样 我们趁着它拉回两天 重新转强之际 我们买进之后 你看一发动 有没有 因为它机体低 所以一发动 它的力量就大 连续两根掌停板 连续两根掌停板 而且接了下来 我说它做什么 它做车灯的 那你想 当整个现在汽车都要结合AI 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相关的一个 例如说 你现在都讲自驾车 自驾车是不是需要镜头 因为人开车需要眼睛 车子开车 自己自己开 他不用眼睛吗 他当然也要眼睛 他眼睛是什么 眼睛就镜头 这对镜头的一个需求 是不是越来越强 反尺总总 整个汽车里面 你想有多少题材 它能够发酵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 接下来 既太阳能之后 其实本梦笔开始要发酵 就是汽车类股 好 那至于哪一档股票 会优先发动 你也不用去猜 你也不用去猜 我希望你跟紧我的脚步 就可以了 好 那如何能够跟紧我们的脚步 来 我告诉各位 有梦最美 一路相随 既然这个本梦笔的行情 会一路走到明年的四月 那么我希望各位 能够跟紧我们的脚步 怎么样能够跟紧 我也不要让大家 觉得有负担 有心理压力 所以就一听 我让各位用一个月 最低门槛 有一个月最低门槛 我直接带你到明年的四月 完全掌握本梦笔的一个行情 也请各位务必把握 这样的一个机会 一个月最低门槛 直接做到明年四月 完全掌握本梦笔行情 拜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